大家好,在异度神剑3出来前我玩了一下信场新生 今天分享1546年上级岛金迅速统一九州的心得和后续发展 这次新生我本来没有要玩 因为与异度3上市时间太近 还有被大致品质下到的原因 但看了实况后感觉还不错 没想到游戏到手后就停不下来 我好希望还可以玩更久 它比大致好玩太多了 这代内阵很复杂 一开始没有具细迷意会赶不上AI发展 因此前面会讲比较啰嗦 后面改讲大方向因此会减略点 希望迅速统一九州值得你参考 不过有些细节和微操在更讲究一点相信可以更快 但由于只是玩个几天 有些地方的研究可能会不太完善 若有什么讲错的地方还请大家海涵 我的玩法容易在线 不会太看几率 欢迎大家再改良我玩法 因为异度神剑3上市后 我就会等PK版出来后再继续研究了 本作AI在初级就会很狂 所以我们要更狂 一开局内城代官都换成特性跟战斗有关的 这代只有城主与领主可以出战 防死内政的 没办法分开 我配新纳中原 北乡中乡 连田正年 两位种子岛 如此一来 内城领主除了新纳中原 其他都是组头 就不会有太多组头没事做的问题 又适合战斗 一举两得 这边请大家记住这些担任代官的组头攻击 目前都是零 一座城直接改领地最大 城下设施盖一座商人艇 执行武将选不是代官的组头 因为要帮他们拉攻击 不同设施攻击不同 商人艇攻击是120 至多需盖60天 攻击到300可当族青大将 这样才能去别城当领主 出水城也改领地最大 但不建设 前期不要点政策的建立母一众 这是一个陷阱 请中期以后再点 除了前期太贵以外 等级一时他一个月至多给20点 也就是最快要15个月才能当上 但只拿5点我都看过 你该等级一商人艇 60天内必有120点 180天必当族青大将 优劣利分 政策大都很贵又不能取消 除非破产 所以前期不管没关系 后面我会再讲何时开哪些政策 另外 可以这样隔空施政或执行计策的只有大明 城主和亲信 大明城下无殖民的家臣 军团常和领主不行 所以一堆家臣在主城没事做其实OK 城主最重要的是身份 身份越高能一次管越多郡 是大将一郡 部将三郡 家老五郡 宿老七郡 至于何时考虑四维 后面会再讲 然后内城 内政 开发郡 鹿儿岛 聚落 农村 因为盖高阶聚落大农村的条件是该郡盖满农村后等加成提案 找高阶聚落的方法是点城 资讯 城资讯 郡 或者城 内政 开发郡都可以 高阶聚落解锁条件每个城都不一样 要放大地图去点高阶聚落才会知道 精良相关是该郡本身相关聚落要盖满 有的是要求全城开发度 比如50% 60%这样 要看开发度可以到右上点资讯一览 城 内政 农村 市 开发用地都算 城下设施则不算 内政概念我的做法是 卫星城 也就是根据地找农业大城 其他城当商业城 因为兵力与农业发展度挂钩 而且特性要跌到等级五不容易 所以要让根据地战斗力最强 但商业依赖也很重 不然称不起后期贵死人的政策 所以我选择专业分工的方式来经营 农业大城除了农业可以拉到很高以外 城下设施栏位与郡的数量也要多 内城算符合但差一点 后面我会再讲哪些城适合当主城 这种城很少 商业城兵力少没关系 要配合主城一起出征来让效益最大化 不要随便一个各下水角 内政选项有三种 城下设施与开发菌最重要 城下设施可以隔空帮忙盖 开发菌则是各成自己的事 领内注册的武将基本没用 太贵 加成提案还比较好找到人 国重在前期也不太重要 中后期再说 那城选项 是一口气拉高该城下菌的总开发值 但我觉得这选项是大撒币太浪费 各郡自行慢慢掌控完就好 就快工与经济平衡上的考量 我会先找卫星城盖商业艇 然后主城先看哪个郡有大农村 就先掌控那郡的农村 若还有闲钱与劳力 加点灌溉水道 电兵场 米航 灌溉水道其实每城至少都要一座 以用来防灾 但前期没钱 所以商业城先盖商业艇 空一格未来再盖 一兵需吃一米 因此冰暑不要超过凉 部队编制顺序照攻击牌 攻击相同则看三维总和 防御 攻击 包围分别对应统帅 吴勇 制略 B9一队 新纳中原一队 北乡中乡与连田正年各配一种自导 这样子就可四队攻击高右都有铁炮 直接出征加之牧城 他这个出征没办法一次设定好 附属队伍有点麻烦 要有耐心 另外 右舰军事攻略目标 会进入备战状态 要花60天 可强化部队战力与随身凉 但是开发郡会停摆 很伤 我要快攻固先步点 不过提一下 大明还是可对郡进行开发 也许由于本座内政太复杂 所以会战要点很简单 就是夹击 会战时外面时间不会流逝 所以不用急着打赢 多引诱AI进入方便夹击的地点就好 据点不用急着占领 部队够多在想据点如何占领 我有想过三队夹击 但这样不好 因为会变成三队都受伤 两队夹击就好 而且适时换人 因为战斗过程会掉体力导致战力变低 若情况许可 我会在夹击队伍后面放一队等待时机交棒 用强弓攻攻下加之木城后设定中将城主 与出水城都设定城主领最大 再给任三人过去补剩下的郡 升级革新制度前 这是可调动领主的方法 如果他能当城主 接着要奋兵攻打高山城 大地图也像会战一样可以进行夹击 对城与部队伤害更大 如果目前道路状况许可 就奋兵进攻 可以打更快 用包围攻下高山城后设定城主中心 再点城领主最大 统帅影响聚落掌握度 政务影响开发用地建设时间 然后你们看看各个担任代官的组头 打仗转攻击超快 本座如何适当安置加成是最好玩的地方 我同时考虑到了思维 内政 战斗 特性 拉攻击 每一位加成都能发挥他的专长 虽然很花时间 但能够全都顾到的话 令人相当有成就感 内城快一千兵时 联合一座城和出水城进攻人集城 请看我的操作 我是后面的城快到前线时 前线在一起出征 这样子就没有下水角的问题 可以同时出力 不过乡良家的马跟铁炮有等级2 会战时要小心点 我的应对方法是让日新斋先忽悠一下 等可以用混乱再夹击 之后强攻人集城时还要再打一次会战 也用这招应对 攻下后派谁当成主好 我们先回家 平定人士隐居 先选上九 后选中江 这样子就多了两个宿佬 过个水就能管七个郡 超方便 都不用刷攻击了 那人集城我是给上九 贵酒等等方另外一城 吸收有马家后 有个赤池常任有龙骑兵 可同时加马和铁炮等级 很难得 把它换掉连田正年 并且种子导时摇换成犬铜赖安 被换下的这两人派去别城当郡主 后面就这样 有吸收新势力就重组内城代官 释出族青大将到别城去 之后我只提重要人物 不再赘述 接着连和家之木城打都于郡城 若想保险些可再加上高山城 我这次攻城打太极限 差点全死光 之后玉肥城可直接从内城出征打掉 毕竟盖了两个灌溉水道 兵力是足够的 先打都于郡城是要趁大有兵 还不多时不敢打过来 这样子玉肥城就是囊中之物 接着让贵酒当城主 并且终将隐居 让今年元府而且能力更好的 一久继任家都 政策也可以点了 我点等级一的移交采良权和革新制度 好定城下方针但不消耗劳力 玉肥城我是兵分两路打 花费天数接近 可借此提高攻速 这次兵力相对多 用包围就可以拿下 说来如果你遇到粮食不够120天的问题 可以适时派出的对少一点 移交采良权和革新制度都等级以后 设定各城方针 一座 高山和未来的玉肥都点内证 上面的城都点可节省粮食消耗的禁军 但有些城主制略不够70 那就点委任 未来能换城主时再改 革新制度二只能换领主 现在先不点 不然支出太大 还有一件事 革新制度二时 已经盖好的城下设施 城主会增助 我们可利用此点先盖设施 再等城主帮忙升级 可借此达城方针未进军 但盖了一堆高级商业艇的情况 但城主如果相关四围不够 待到某等级后会摆烂 来跟我们报告盖完了 点进城看却发现还可以升级 就我感觉 城主要相关四围有九十才会盖到等级五 因此方法是换城主 或者干脆自己来升级 等有城主跟你说他不盖了 这时再考虑革新制度二 以节省支出 玉飞成功下 伊东家灭亡 此时过了一年半 九州统一了三分之一 探了下势力资料 我发展的比大友还要好 但往北路程漫长 由于连月征战 军粮赶不上 因此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做内政 一年九月时 内城有两个灌溉水道和两个米航 政策点了乐视乐作一 与联合一作成 出水城出征油马家 因为我看到他打书龙造四 是时机剪尾刀 乐视乐作一完成后 接着我点革新制度二 一年十二月底以强攻消灭了油马家 革新制度二也快完成 接着点了配置资重对一 配置资重对一完成后 二年二月点了召集职人 提升内城铁炮等级 以及与加智木城一同攻打微本城 本队走下路 加智木城队走经过天草的路 这是趁阿苏家被大友家攻打 沿尾城时的捕刀 部分兵包围的话不好攻下 到时用强攻 二年六月阿苏家灭亡 此时微信刚好一百 我便点了乐视乐作二 除此之外大友突然跑来抢郡 我便利用这突发事件 叫人集成派兵过去触发会战 给大友一击闷棍 消他兵力当作见面里再回家 回内城后 改代官组成 以提高单队战力 组成为 新纳中原 贾匪宗运 赤池常任 种子导石窑 干负监蓄 其中干负是目前唯一有工程特性的 很难得 接着马上联手一座 出水和日之江城一起打沿尾城 此外东侧为高山和玉肥城攻打县城 沿尾城轻松到手 我有尝试继续往右打钢城 但兵雨量不够 只好先回家 县城方面兵力差太多 所以也先撤退 接着重新出征 改往右打县城 于第三年四月攻线 另一方面也准备了攻打钢城的部队 大游有个难打的原因是威信很高 导致攻城要好几倍兵力 回家后点了温泉疗法医 以及过季家都给今年园服的易鸿 这是最后一次利用隐居刷塑老了 一久不要急着当城主 后面会说给哪一城 钢城一次攻不下 易鸿带了第二大队进行第二次攻城 终于第三年九月攻下 可是粮食不够 所以还是只能先回家再出征一次 第三年十月初公甲终于给了官职 这样一来威信便足以点配置资重队二 晚点点革新制度三 前面我没提到 在这补充下 自己没官职时无法联络公甲 要等公甲来索求五百块 每次都答应才容易拿官职 有官职后就可以主动联络朝廷花钱买官了 威信高了后打仗可削弱对手战力 接着就是最后一次征讨大友 此战我动用全城兵力和国人重 总共出了快两万兵打仅三千兵的城部夸张 打威信高的大名就是要这么杀 终于 第四年三月灭掉大友 九州统一三分之二 岛经已成全日本最强大名 革新制度三完成后 较智力七十地当城主 发展方针进军 郡主要设定在进军路上 人不够就把没进军的郡点掉 按滑鼠中建 接着我先灭掉西北势力 宗家除外 然后动员全国征讨大内 一共动员了4.7万兵 最后打完时死了3万 战损真的很高 大内在九州最后一城被攻陷是第六年的事 而宗家实在太远 因此打大内时 内城要赶紧拆掉两个米航 都改建资重战 而且西北那些城要先帮忙把郡权占领 好让一鸿可指导对马 如此一来即可在第六年六月统一九州 就搬家来讲 六年实在没时间搬家 但最好的是府内管 郡和城下设施栏位很多 我也在攻陷时就先派一九过去 打造成未来侵略中国和四国的摊头堡 不要选微本城 它虽然在九州中间 能管到九州全城 但往东隔了一座山 比较适合未来当军团组成 最后岛金加兵力上限为八万 共一百二十五位加成 以上谢谢大家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